師傅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呢 我這邊來做一個 台式芙蓉壽喜燒 一般壽喜燒就是東日式的 它最主要的調味就是三樣東西 味醂、清酒跟柴魚醬油 但是呢 媽媽一般我們在家裡的話 你可能說 我去買一罐清酒差不多七、八百塊 太貴了 那我這邊用台式的醬料是什麼 我待會兒來告訴你 你怎麼幫我一把都講出來了 對啦 我來 因為醬油的量要稍微多一點 你看龍師傅倒的 糖跟醬油下去之後 有沒有 有香嗎 好香喔 有沒有看到… 那我這邊用台式的醬料是什麼 我待會兒來告訴大家 你怎麼把我一把都講出來了 日式用清酒 台式當然用美酒對不對 對… 但是還有兩樣東西 好 那主要呢 我今天這個醬油燒 一般都是用肉片 你可以用牛肉也可以用豬肉 豬肉也可以 對 媽媽如果說我們在家裡 這個去大賣場買就可以了 來我們就快 它這個是要選這種所謂的 什麼樣的肉片 是燒烤肉片呢 還是火鍋肉片呢 其實兩種肉片都可以 好 一般我們在大賣場就可以買得到的 這個肉片 牛肉豬肉都沒關係 所以有沒有建議說 用什麼樣子一個肉片的部位 會比較適合 五花肉片 好 記得喔 要記得五花肉片 所以你看其實因為用五花 它有帶一點油脂嗎 對喔 所以其實我們是用無油的方式 直接下去 直接 將肉片的油脂逼出來 沒錯 來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我今天用的是這個 比較傳統的是用牛肉片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羊肉片 或豬肉片都可以來用 好 這個依照個人的喜好 那雞肉適合嗎 雞肉的話我們一般來講 那個是另外一種做法的喔 那個變輕子洞 用雞腿下去做 所以基本上今天我們教大家的 那個台式的壽喜燒呢 台式比較適合牛肉 豬肉跟羊肉 對 沒錯 好 好 來 魚肉 媽媽我們看 這個有油了對不對 油都逼出來了 好多油脂喔 我跟你講 肉這樣才會香 豬肉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利用這個油 把我們的洋蔥給它炒一下 來吃來看香 所以媽媽其實在做的時候 不要再額外加油囉 對 其實我們的肉片裡面 已經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天然的油脂 沒錯 我們就在有沒有 用我們這個牛肉的油脂 或豬肉的油脂 把洋蔥炒好香 炒好嫩 再來就是我們加一些 這個營養的香菇 好 新鮮的鮮香菇 大人小孩都喜歡吃了 下去炒 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來 這個要先炒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放這個叫薑末 薑末 薑末 對 因為我們這個肉 有時候我們放點薑在裡面 它不只是可以讓海鮮 去膝提味 而且它薑可以讓這些味道 做一個什麼 統合的作用 對 好 香菇 洋蔥都變成透明了 我們台式的壽喜燒的那個醬 到底要怎麼做呢 現在剛剛儀柔已經講對了一個 這個就是米酒 它是用味醂 但是我們用糖就可以了 糖 用白糖記得 那最主要 第三個最主要就是醬油 醬油 你不要去買柴魚醬 因為柴魚醬油 其實它那個柴魚味太重了 會把我們這些的味道把它煙蓋掉 我們講說傳統的這種 所謂的日式壽喜燒 一般它的醬汁就是味醂 清酒跟柴魚醬油 對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教媽媽 在家裡製製這種台式的 其實今天我們把所有的醬汁 就可以用家裡所有現成的 這種調味料 沒錯 好 我們這個糖要先下 記得 因為糖要讓這個稍微有點焦化 來 先融化它 糖一定要先下糖 你不要先下醬油 或者是先下米酒 這有恰酸跟什麼 恰酸也可以 就是說我們家裡 有什麼糖料給它用就對了 那冰糖也可以 都可以 這個砂糖大概是要兩大匙的量 要吃到差不多滴滴這樣 再來就是醬油 來 因為醬油的量要稍微多一點 你看它龍師傅倒的 糖跟醬油下去之後 有沒有 有香嗎 好香 有沒有看到 因為你知道嗎 它在滾的時候 你那個醬油一下去 它那整個香氣會飄上來 有沒有 這個醬油 就是跟糖一定要先下 才會有這種焦化這種 焦化的效果 對 好 好 米酒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大概也跟我們的醬油的量 差不多就可以了 差不多一大匙 對 50cc左右 這樣下去煮一下 那我們這個煮起來 傳統的瘦雞燒醬 它是很濃縮的 對 你記得我們在吃瘦雞燒的時候 就是一個濃縮的醬 要加一點水 對 那我們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就加一點的水 這個是很濃縮的 水的量要多少呢 很簡單 水只要蓋到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肉就可以了 跟肉差不多的高度 對 整得很香耶 然後呢 也是可以來撬飯 對啊 小朋友一定也很愛 不是老人家才能吃 然後再來我們就放一點這個豆腐 豆腐很營養 一般的和蔬豆腐 嫩豆腐就可以了 讓豆腐吸收 我們這壽喜燒的醬汁 這個醬 吃下去很好吃 我們這個蔥段 來 給它放下去 好 我們剛才講說芙蓉 壽喜燒 芙蓉在哪裡 今天我們的雞蛋 三顆蛋 對 芙蓉就是直接用豆腐來做 對 這個雞蛋 或者是你用這個 把雞蛋打散 蓋飯 也可以啦 壽喜燒 但是我們這雞蛋 蛋汁加下去之後 變成芙蓉了 好漂亮喔 好 這個時候記得 我們整個 那它一定要 水一定要煮滾 因為我們剛才是加水 煮好滾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打散的這個雞蛋 來輕輕的把它做一個S型的 把它來淋汁 你看 都蓋滿了 上面都蓋滿了 我們這個雞蛋 你看 好 火把它開大一點 讓它稍微給它定型 這時候我們不能下去 攪貨它對不對 絕對不要去攪它 記得喔 這樣不要去攪拌 這樣有沒有 蛋就開始慢慢的定型了 它就開始成型了 然後這蛋會巴著什麼 巴著我們的豆腐 我們的肉跟我們的洋蔥 這樣一起吃 來一點湯汁 其實我們發現 自己在家裡做這個壽喜燒 很方便吧 給它心急 對啊 因為其實去外面吃壽喜燒 要一個人說真的三四百塊 跑不掉 而且你可以加金針菇 還是加我們剛做的丸子 都可以 你看火關起來有沒有 整個芙蓉都出來了 簡簡單單對不對 今天我們的台式壽喜燒 馬翔來吃吃看了 看起來營養又美味的 台式壽喜燒 首先是用帶有油花的肉片 下鍋慢慢逼出本身的油脂後 再放入洋蔥 香菇 薑末一起拌炒 接著加入兩大匙糖 讓糖產生焦化 再放入兩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的米酒 一大碗的水來熬煮 就可以把豆腐 蔥花 放入燒煮吸收醬汁 最後淋上三顆蛋液在鍋中 就完成一道台式口味的壽喜燒囉 在家裡自製的台式 芙蓉壽喜燒 快來吃吃看 香氣有夠香嗎 味道超入味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砂糖 有畫龍點睛的作用 整個那個蛋啊 但上面這樣子滾過啊 它反而吃起來很滑耶 然後再加上那個嫩豆腐啊 怎麼吸附到那個我們自己調的 那種台式的醬汁 它吃起來就是甜甜香香的 我覺得跟日式比起來 也一樣非常的好吃耶 完全不遜色耶